不再讓你過誕 阿沙陪你 娛樂觀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hoo Hello 大家好 這條影片會講一下Nancy 和她是家人的 我以前有些對她不太好的評語 我現在自己是身受其害 所以我答應大家 我日後會好好地做好我自己的影片 要很努力地幫一些藝人平反 在最近的報導今天出現 看到Nancy已經肥了 應該慢慢走出去陰謎 但她在報導訪問中 就說她自己未走出去陰謎 我待會講一下她的報導 講一下我自己的意見 一些提議 這篇報導明謝星島借出了一個相片和文章 多謝傳媒的朋友 很努力地找一些新聞給我們看 好嗎 大家進來幫我分享留言 多謝 好了 已故歌喉李文 她的姐姐Nancy 李斯林在27日今天出席 國際精神健康問卷調查結果發佈會 她表示調查就是關注老人家的精神健康 這件事我一向都有說 下午今天也有說過 因為那宗新聞 在九龍堂 被她太太殺死死死者 和那個兇手 她現在送到醫院 我下午也有說過 AI 你多點了解一些新的科技 怎樣可以幫到自己過更好的生活 我都很關心 不單止是老人家的 其實現在社會的人的健康 尤其是精神健康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應該 既然我有這樣的平台 無論有沒有人看也好 但這個是我想說的 那句話 我自己作的slogan出來 不再讓你孤單 阿沙陪你娛樂半時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我是真心的 我是真心想人可以 不再孤單 因為很多時候精神健康的狀況 是跟你孤不孤單有關 這裏她自己說 亦都心痛感受 亦都指媽媽在她心目中很強大 我相信是 我以前做了 上年的時間 我做了Coco的影片 做了很多 一直都很令我感動 就是她被人去屈辱的時候 在節目中的好聲音 現在又沒有一件事了 查查一下又躲起來了 可能謝斯還文 隔了幾個月之後 又再出來做差不多的節目 希望她們可以公平一點 賽仔 她好心地 Coco 所以是一位很值得紀念的華人歌手 Nancy以前一起工作 直到她媽媽到80歲的時候 加上家裏發生困難的事 白頭送黑頭人 所以發現了精神健康狀況 一定要好好維持 她自己表示了 不少的老人家都有患了抑鬱症 問媽媽會不會有抑鬱症 但她說大部份都有 會經常陪媽媽 其實呢 作為子女也好 或者朋友也好 其實當有緣在一起的時候 遇見的 陪伴是相當重要的 她媽媽被問到會不會走出了傷痛呢 Nancy就說了 老人家的方式是假裝不知道的 又或者她媽媽會不會有 一些記性衰退 是否真的假裝不知道呢 希望她不好 希望她正靈 因為上次 在去年的時候 都看到她去到武漢 出席的記者招待會 都說她包小三的時候 導致Coco生前很不開心 那時候她媽媽還記得 Coco生前的時候 為了我犯人多麼傷痛 至於她媽媽會不會漸漸走出了傷痛呢 Nancy說 我覺得自己一生都會走得出的 希望下一世都會走得出 她說她覺得自己不會 不覺得自己一生會走得出 其實呢 應該是釋懷的 因為呢 如果他們是有宗教信仰 比如說信佛教那些 一些仇恨應該 一笑問恩仇的 如果帶著遺憾離開的話 那就是說你今世沒有學到什麼 每一個人的一生來到這個世界 無論你什麼宗教都好 上天都給一個劇本 我們怎樣演好自己 與生俱來的角色 譬如在這一剎那她就是一個孝順女 應該是放下 因為懂得放下 原諒自己原諒別人 她說希望下一世都走得出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會氣說話 但希望大家都鼓勵她 可以去她的IG或者Facebook 鼓勵Nancy 因為Coco已經離開了 這個值得紀念的歌手 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 講到有內地的博主 用AI去生成一個影片和聲音 復活了李文 Nancy說她都見到 曾經看過過往有明星 好像Alphys Persley 貓王 家人發聲明指 不可以的 她覺得應該尊重故人 Nancy說想懷念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公開作為商業招攬 或者偷騙鬼騙 是對於不在世的人不尊重的 那這件事是對的 你自己私底下去懷念 這位以故歌手是好的 但是 偷騙鬼騙就算用什麼形式都不對的 或者招攬一些商業生意 用來賺錢的 那說真的 這件事他們在內地是有超狀權 在香港是沒有的 那她說也是 如果她媽媽見到會嚇到 那就是說做到AI現在的技術 就好像Coco顯靈一樣 那就是很真的 因為我其實幾年前已經看到 有人復活了Beyond 那我當時不是太在意 他們是不是用了AI的技術 但是今時今日我覺得 因為我以前 我想差不多一年前我已經說過這件事 其實AI是可以用的 人工智能可以做到 以故歌手或者名人 陳馬強、張序榮、梅艷芳 我在梅艷芳電影那段時間 已經說過可以用這個方法做到 因為為什麼呢 在2020年的時候 當時疫情 我上網看了很多影片 比如好像日本 原本2020年就是做這個奧運的 但是因為疫情就延遲了一年 但是當時她有一個奧運的宣傳影片 就是講 他們日本如何在奧運 盡量用AI、AR、VR這些虛擬 和現實結合 令到一個已故的人 在她的親友面前出現 這些並不是什麼新聞 都是舊的 問題是如何完善她 做得更完美 好像最近我們說 海特王菲坐在長座 很多人都說是用AI的 所以這個科技是不新鮮的 很舊的 即是她自己說 見過內地的人 如果她媽媽看到這個AI就會嚇到 那她就說 你看到AI會不會感觸 感慨落淚呢 記者問她 當然會 Nancy表示 已經諮詢了法律意見 內地的央視也報告是侵權的 希望大家不要這樣做 已經是一次傷害了 會造成第二次傷害的話 記者問她 你會不會採取法律行動呢 她說 不會啦 提醒下架就可以了 其實Nancy在這個事件裏 你看她怎樣處理 她都是很成熟和穩重的 放過人亦都是放過自己 早前她在那個 Faneral那裏 突然之間說 她害死我妹妹 現在大家知道 她媽媽都說了出來 Bruce在Coco生前 三番四次出軌 導致她的女兒 抑鬱症 可能吃了一些藥 在幻覺的情況之下 因為有副作用 導致她 因為你想想 Coco是一個這麼 女戰士 這麼積極的人 竟然有自殺的念頭 這件事真的慢慢猜不到 但我在這裏建議 因為 也有記者問 最近奧斯卡 他們奧斯卡 頒獎 向一些已故的藝人致敬 但李文未有得到這個待遇 李斯林彬表示 自己是沒有看奧斯卡的 記者問她 你會不會追回 叫他們向Coco致敬 作為一個紀念呢 畢竟她是第一位華人藝人 歌手在這個奧斯卡獻唱 其實是一個很值得紀念 很值得華人驕傲的 然後Nancy就說 你們幫忙討回公道 呼籲大家幫忙 其實我自己在AI方面 我覺得有一個建議 就是Nancy 雖然控制不到人 因為侵權這件事在內地來說 都很嚴重 但你禁不了人的時候 我建議她自己 因為科技進步 不要太介意說 媽媽見到一定會嚇到 因為好像我以前 很多年前 我覺得 人們買一個公仔 類似一些 模型公仔 好像吹起公仔 就當是一個已故的 或者是當是女朋友 我是接受不到的 但隨著科技進步 其實現在已經是 好像李佳心那套劇集 有一個AI的機械人 你不排除很多年後 可能都有這樣的需要 擺了一個人在這裏 一個robot 因為機械人是AI的 和仗爭很高的 那些人去到這個社會 其實已經很難在網上 認識朋友 或者再認識一個新的另一半 但其實那些人不是真正正 想去找另一半 可能你只是想找一個 精神寄託 有一個伴侶 陪伴 所以我現在 因為以前很不接受 那些人 嘩 弄一個公仔 變態 但現在因為AI 我看到Elon Musk 就是Tesla的老闆 Elon Musk 全球的首富 他又出了一個 G-Org 我忘記了他的機械人 是新的 我稍後有機會再說 Anyway 現在的機械人 已經發展得很好 你說如果Nancy 他們真的肯 你給別人的侵權 不如你自己做 譬如說自己做一個AI 演唱會 Coco可以在場館出現 買票 連她媽媽也可以接受到 老人家教育她 教育她接受一些新科技 如果她見到女兒 她不會嚇到 她可能覺得很感觸 即是離遠見到 解釋給她聽 原來現在的科技 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樣 就可以 Coco 不如跟Nancy Nancy 自己有在台上唱歌 她這麼喜歡她唱歌 亦都可以用AI的技術 可以跟她妹妹一起合唱 可以翻山顯靈 那樣 但是你會不會怕 如果她做 被人的救病 是否是免財 賺錢 其實不是 你簡直可以 做一個慈善基金 應該Coco 有慈善基金 做一個慈善基金 然後把所有的錢 譬如演唱會的門票 譬如Nancy和Coco 活現 用AI技術 然後一起獻唱 譬如 譬如叫人捐錢 其中一件事 就是捐給貧窮的小朋友 譬如他們有興趣 想學的 學異壺 或者學彈鼓僧 這些 跟音樂有關 如果你做了這個基金 所有的錢都捐出來 其實人家是不會救病你 說你 這樣 就是拿妹妹的名氣 來賺錢 但是 其實水能覆舟 亦能在舟 問題是 因為科技這一日益進步 那你怎樣可以用到這個科技 可以令到一些人 再見到Coco唱歌 其實這一件事 我相信是一種創舉 譬如前年 張敬軒已經用了這個AI 去唱歌 5G 那些 因為5G是同步 快得很緊要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 是指日可待 只要大家都 比較 開放的頭路 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新的科技 另外做年輕人 可以介紹給老人家 如何去接受新的科技 那到時 他媽媽真的可以見到這個Coco 並不會害怕 並不會害怕 因為 在大約一個多兩個星期之前 我也講過一段新聞 有一個人 她的婆婆 親戚死了 他就利用了這個AI的技術 導致那個 譬如阿爺 可以再見 其實相當感人 因為有時候 可能有些人 已經 老人痴呆 或者失智症 他已經忘記了 有些很多東西 都忘記了 你可不可以 在他 還在生的時候 還他一個心願 有很多話 還沒跟他說 有時候 老人家 未必在意 這是AI 或是假的 他摸不到 就算他在視像 然後 我又找了一個 視像 這個 好 等一下 有間公司 他說 兒子意外身亡 突然間悟夢 爸爸啟發了 用AI五大功能 AI公司四分一 只是訂單 來自失毒的父母 這個AI 越來越先進 能夠重建 逝去親人 已經不再是夢 所以這件事很普遍 我希望Nancy 如果真的有機會 看到我這條影片 或者有朋友 告訴他 其實這件事很普遍 千萬不要說 不接受 嚇到媽媽 你應該與時並進 知道 其實這件事可以幫到很多人 除了幫媽媽 見回Nancy 以故的親人之外 另外 歌迷可能都很想見 Coco 他說 一名22歲的男子 意外身亡 他爸爸無法接受這個現實 每日生活在悲痛之中 直至兒子突然有日報夢 爸爸啟發了 用AI成功復活了兒子 根據內地的新聞 他說 在二年十月 你想想 已經幾年前 兩年前 一名在外國留學的22歲男子 即是他打籃球時突然身亡 家裏是獨子 父母接受惡號 難以接受 每日都無法睡覺 有時賭物私人 最終搬離開房子 怎知兒子又善良 又激熱情 生前瞞著父母簽了一個捐器官 終於幫助了五個人重獲生命 父母很欣慰 至少他的心臟還在這個世界停頓 這些東西真的很感人 醒了之後 他便開始了解這個Chat GPT 這個是AI的其實作為一種 就是跟人聊天 那些答案比Siri更加advance 更加先進 答你的東西很詳細 爸爸進一步了解這個AI 永生數字人 就是形象黑龍 黑龍就是copy的意思 即是複製的意思 聲音可以複製 技術實現 那創作的人 他就只是上傳了照片 影片和聲頻 聲音 就可以制定了這個數字人的形象 和音色 但是他爸爸想起 做夢 可以將兒子復活 用AI這件事 他幾天之後就收到 裡面有熟悉他兒子的臉孔 然後聲音很安慰 他就說 爸爸我知道你的生命之中 永遠都有一個空曠 令人心碎 但是生活仍然要繼續 這個AI復活了兒子 就說這些很鼓勵的說話 其實這一種是正面的狀 即使他爸爸覺得 當下兒子的表情好像有點僵硬 聲音六七成齒 但未能進行實時對話 但是他爸爸也表示 逃避是不行的 是要主動去面對的 也建立了這個籃球場 希望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回來 這一樣有少許靈異 AI那間公司也說 其實公司已經接到200張訂單 細者打造AI數字人的order 所以這新聞是22年 兩年前已經做到這件事 親人過世都可以用這種方法 見親人 大學的心理學副教授也評論 製造這些虛擬親人的背後 反映著失去了親人的父母 如何去面對和化解的哀傷 叫做以假靈 靈衰是靈人 由這個永續的時間來看 親人的離世之後 就可以換另一種方式 繼續去愛他們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 無論Nancy有沒有機會看到這條影片 甚至有些網友 她有這樣的經濟能力 世界上存在著這種方法 可以延續你和過世的親人 可以繼續去愛 就算她是否在這世界上 即是用任何形式出現 那種愛應該是繼續延續下去的 好嗎 我們在這裡希望 Nancy和她的家人 可以盡快離開 失去親人的痛 並且希望有一天 如果Nancy用這種AI的方法 和她妹妹用AI的特技 Coco可以再次站在舞台上 我告訴你 我是會買票去看的 我希望她的夢想會實現 並且希望她媽媽可以身體健康 好的 多謝 好 那我去下一條影片 這個 如果說AI 有些人以為顯靈 但我一會兒說這條影片 是泰國佛牌 恐怖的下場 和老屈事常態 發牌殺入娛樂圈 其實已經很久了 只是說一件事 好嗎 我去下一條影片 好 好 我們去下一條影片 都是這樣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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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